回到来主编点新闻 你好我是菲珍怡 我是志峰 民政党全国主席刘华财向一党执政的登加楼州政府提出三项建议 以让华社可以继续进行仇神歌台或者是文化表演 并且得到登州政府的积极回应 这三项建议呢就包括了 在表演场地外置放告示牌 表明有关表演只见飞幕司令观赏 第二要求自愿警卫团或者是安排人手 在表演场地维持秩序 谢绝穆斯林入内观赏 第三就是在表演地方置放警戒线 哎呦我看到这三项建议的时候 第一个感觉就是 你怎么把华人的仇神文化表演搞到像案发现场那样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以及它的逻辑 为什么我说像案发现场呢 如果大家有经过一些案发现场 通常都会出现这三个事情 那么我们看回邓家罗的事情 你放告示牌 我可以理解 就像很多非穆斯林不能够进入的地方 或者不能够碰触的东西 在那一个地方 在那个点 都会有个告示牌 或者是有一个告示 让穆斯林知道说 这里是进去 你们不能够进去 不能够碰触 这种做法 告示牌的做法 是完全可以接受 也应该要这么处理的 这绝对没有问题 但是第二跟第三项呢 我就有点懵了 只要稍微大型的仇神活动 或者是其他的那一些歌台表演 或者是参作宴会 通常都会有志愿警卫团 就是我们讲的瑞拉 在场 到场 维持秩序 特别是交通 所以没有必要多此一举 又再禁止穆斯林入内观上 因为你在前面已经有了告示牌了 对不对 那么第三项呢 就是在表演地方 拉那个警戒线 OK 那么为什么你要放这个警戒线呢 难道你真的把歌台 这一些文化表演的地方 当作搞成是案发现场才甘愿吗 或许真的要完全看不到 听不到 修不到 读不到 才符合伊党所制定的这个指南吗 是不是这样 还是说需要更多的解释 如果这种做法继续执行的话呢 这就不是包容 这是倒退 这是挤压其他宗教信仰和文化的空间 并非接纳大马 基本上都已经 原本都已经存在着多元 更别说去欢庆彼此的不同文化 不仅仅宗教信仰的舞台活动 会受到登州政府制定的这个指南的限制 那么就连接下来的其他的种族节庆活动 可能也遭殃 会面临相对严厉的这个管制 那么如果没有遵守这三项新措施的话 未来登家楼的舞台表演 是不是只能够清一色 全部是男性呢 就算这个故事或者这个表演 这个演出 他需要女主角 也必须要男扮女装 比如中秋节表演的时候 你表演嫦娥奔乐的时候 舞台你不能出现女版的嫦娥 是不是只能够由男扮女装 出现男版的嫦娥呢 农历新年的时候 舞师舞龙的女鼓手 不能够在台上出现 那么其他的文化表演 也可能受到影响 他其实建中 他里面还有很多细节 我们是没有办法知道的 因为现在我们只能够听到 单方面的说法 就是来自民政党主席刘华财的版本 那么真正负责执行 落实这个法令的并不是刘华财 不是民政党 而是伊党 而是国盟执政的咒识 所以伊党在这个课题上 必须站出来解释清楚 而不是把这一些解释的责任 交给刘华财来处理 刘华财指出 当时娱乐指南现在还是会保留 这情况就跟下一步的指南 依然保留执行是很类似的 不过他有当面的向东州政府领袖 去表达了看法还有建议 他说虽然条文内写明 女歌手只有在封闭的地方 为非穆斯林男女的观众表演 不过这里指着封闭地方 未必就一定是室内 他和掌管地方政府事务的行政议员 也有针对这个字眼和地点 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最后达成的共识就是 只要没有涉及到穆斯林 活动的进行都是可以讨论的 而且他也提出了三个建议 这三个建议都获得了接纳 那么其实这还是单方面来自 刘华财的说法 所谓的封闭地方 那么这个有很大的存疑 可以有不同的解释 所以最根究底 还是要由登州的负责 地方政府的行政员站出来解释 如果不能够解释的话 没有很好的解释的话 接下来这一种仇神活动出现的争议 还是会继续的发生 那今天的主编点新闻呢 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了 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 继续留守在City Plus 今天也谢谢志峰 星期五同样时间 一起听懂更多 OK 重点来了 刚才有准备一些事 没有办法 因为节目时间上的限制 针对这一点 我觉得有两个非常关键的点 必须要讲出来 第一 不能够由单方面替伊党解释 这个课题 这个事情是伊党执政的登加楼 所搞出来的 或者是他们的指南 所引发的争议 所以必须要回到伊党登州行政院 来做出解释 或者是整个登州政府 做出来解释 因为解释还需吸灵人 并不是由第三方来代表 伊党做出解释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呢 其实如果伊党真的是重视 民政党重视来自华人社会意见的话 其实在这个课题上 应该要由伊党的登州大臣 登州大臣 阿玛桑桑里亲自接见 刘花财 然后双方进行交流 这才能够表达伊党重视来自华社的意见 以及他重视民政党 作为国盟成员党的身份 那么伊党并没有摆出这一种接待的方式 反而由行政议员 那么行政议员的这个分量呢 虽然说他是政策的制定者 但是他的这个分量呢 并没有走务大臣来得高 来得大 而且由阿玛桑桑里亲自接待 亲自解释的话 他能够传达出伊党 以及登州政府 重视非穆斯林的意见 以及尊重多元的社会 因为阿玛桑桑里他有两个身份 他除了是登州大臣之外 他也是伊党的副主席 所以由他亲自接见 由他亲自来解释的话 那么对刘花财来说 对民政党来说 伊党给足了尊重 那么也能够让民政党 在华人社会有一个很好的交代 那么现在呢 刘花财是很困难的 向华人社会去解释伊党的立场 解释登州的政策 那今天我们的主编点新闻呢 就先和大家聊到这里了吧 那大家当然 如果你有什么样的意见呢 什么样的看法呢 还是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下方留言的好吗 我们就星期五的时候 再跟大家再聊一聊三则新闻咯 今天就到这里了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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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